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的新美嘉賓 就來自我們《要財政捐》 現交部的高級分析員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其實這麼淡靜的市況 繼續講市場,我就覺得真的很悶 我想和Jason探討一下現在歐洲方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見到現在希臘股市方面跌成 今年初以來跌成五成二 稍後回來再和Jason討論一下 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這位家庭觀眾 你好,室友好 室友好,688 688中海外,買課未? 未,需要什麼價位任課 打算駕駛多久? 短線 短線,現在跌成5% 13.14元 問Jason,中海外跌幅最大的藍籌之一 什麼價位可以進入? 基本上這隻內房股 我都不是太建議進入 如果你想短線反彈的話 我都覺得這些時機 都還沒有這麼成熟 看股價方面 看到現在跌穿了 在12月初的低位13.2元的時候 都代表著 接下來還會有下行的壓力 初步看回這條上升軌的支持位 大概是12.5元的位置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支持 如果你想短線要買入的話 都不妨等股價落到12.5元 12.6元的位置 才會考慮 黎小姐,多謝你的電話 Jason 剛剛跟你說 歐洲股市方面 如果今年以來 去到上一個佳日 股市主要的index表現 最差的是希臘股市 跌成五成二 其次已經是歐洲國家 意大利上了十大榜 不如說一說 現在整體來說 歐洲五國的財政狀況 一直都在說 他們的債務是很多的 一直都不斷強調 他們要削減他們的債務 不如說一下他們現在的債務佔的GDP 比重是多少 基本上是不同的國家 在希臘方面 其實現在的債務方面 都佔了GDP 有超過120% 另外你看到外爾蘭 意大利 葡萄牙方面 都去到七成幾 八成那麼多 當中 如果計算債務總額方面 最大就是意大利 下一年要還的錢 都是高達有三千幾 四千億的歐元那麼多 另外西班牙雖然債務方面 比較低些 但是財赤方面相對比較高些 如果你說削減財赤的力度 做得不足夠的話 都有機會要增加向外的貸款 來滿足財赤方面的需要 所以我相信 歐洲五國的問題 去到下一年方面 都仍有機會要延續下去 沒錯 不如集中說一下希臘方面的情況 剛剛說了全球表現最差的股市 一跌跌成五成那麼多 其實希臘方面的經濟情況 現在是怎樣呢 我看到剛剛你第一幅圖的比例 其實都挺重的 財赤佔了GDP超過10% 這個環節都想和大家總結 今年以來 希臘的問題最先是爆出來的 沒錯 當時五、六月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關注 希臘今年要還的錢 究竟能不能還到 看到希臘的GDP方面 錄得一個衰退 另外看到債務不斷上升的情況下 根本大家都覺得他沒有這個還款能力 所以見到在今年第二季開始 見到希臘的國債息率 CDF的日價都不斷創新高 令到這個國家根本在二手市場方面 是不能夠去到集資的 就算你說政府方面 想著推行一些削尺的動作都好 但由於政治局勢的關係 都遭遇到很多的反對聲音 甚至乎當地的一些居民 是訂燃燒彈去表示抗議 令到整體的緊縮政策 是受到的阻力 到最後怎樣去到解決呢 就是剛剛兩個月之前 叫做達成了共識 就說希臘的債權人 就要同意 就是說要撇帳五成 本身可能是欠你一百元的話 現在就只會還五十元給你 這個行動都令到大家 就是關注除了希臘之外 另外那些債務比較高的歐諸國 會不會都會出現同一個命運呢 整個歐債危機就持續了下去 沒錯 其實我覺得創了一個不太好的先河 原來是借了錢 五十個百分比都不用還 其實我覺得有少少本皮的意味 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像你這樣說 延伸到其他一些歐諸國家 其實歐洲的銀行也持有大量歐元區的國債 只要有一個國家這樣做 我覺得骨牌效應不出奇 沒錯 如果純粹看希臘這個國家 這麼小的國家 照樣的影響就不應該這麼大 沒錯 但為什麼最後會是火燒連環算 說到今時今日 連德國、法國都有機會出事 正如你剛剛所說 大家的信心問題都開始有一個動搖 當希臘可以叫奶賬不還錢的話 大家亦都關注一下 究竟接下來意大利、西班牙 甚至乎法國這些高負債國家 都會不會出現同一個情況 都令到評級機構方面 都已經對著這些國家方面 不斷痛下殺手 令到很多國家的評級方面 都被調低 甚至乎法國三條A的評級 都有機會會失去的 面對著這些國家的評級被調低 都令到歐洲方面的金融機構 都要做一個比較龐大的減值 做一個比較大的撥比 令到他們的盈利方面都大受影響 到最後他們要提高資本水平的話 唯有要減少放貸 要賣一些海外的資產 都令到整體歐元區的經濟進一步下滑 其實見到希臘和意大利方面 都換了總理 民眾都傾向選一些經濟學家的人 去做一個現在的總理 去挽救經濟 其實你覺得這個做法 有沒有實質的效用呢 我覺得是恰當的 因為始終之前是說一些政治的人物方面 他們很多時候要爭的東西 不是看國家的利益作為大前提 很多時候都是只看著自己的選票 作為一個落決定的籌碼 當他們覺得削赤方面是不利自己的選情的話 自然會有大力反對 但如果你說現在新種上了台之後 相信在削赤財赤方面 都應該會有一些實際的成效 但未來的日子究竟削赤的措施能不能延續下去呢 都是要好看當地的國會 和當地的居民方面的反應是怎樣的 沒錯 我想在那個債券的拍賣情況 絕對看到市民的反應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歐元區 十年期的國債的知識率 其實攀升的程度都挺嚴重的 是呀 這樣東西就可以看回圖上面 可以看到 法國、西班牙、意大利 看到最近幾個月方面 債息都不斷創新高 意大利更加去到7厘這些水平 一旦你說這個拍債的反應持續不理想 債息仍然都是這麼高的話 對於他們在下一年方面 融資方面都會有很大的壓力 沒錯 今晚意大利即將拍賣 3至10年期的債券 情況是怎樣 明天早再跟大家跟進 Jason 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深入探討一下 就是歐洲和國際大型銀行的股價表現是怎樣 好 稍後再談